各位同学,大家好!又来到中史科应史精毒系列 今天就会成为上一章 我们也会讲一讲评论题,即是是否同意题的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 上一章也讲了一些提形的拆解 今次第二部分,提形会再深入一点点 我们也会看一看,去回应这条提形的时候 有什么作答留意位需要大家留心呢? 第一,最重要是看资料和命题内的关键字眼 拼下关键字眼是很重要的 如果回答评论题或是否同意题的时候 必须个人立场一定要明确 最重要是一定有史实的印证 设计会令到史实模糊 甚至如果论论题偏离原先的立场 很难做到高分的 甚至会给予一个很差的印象评券圆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论论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偏离自己本身原有的立场 近几年都是比较倾向15分题和25分题 25分题大家可能都相对比较害怕 因为25分题一提过 要求就会比较高一点 我们来看看一些实例 我们来看看16年DXC的第五题 这个资料也提及到中西方对于国际关系 贸易的观念和大商径庭 即使没有鸦片 双方之间的冲突也会照样爆发 这个就是徐中药的中国近代史印的资料 这个题目很简单 你同不同意资料3 即是徐中药的看法 那就是15分题目 大家留意这条 关键的位置在于资料 就是中西的国际关系和贸易 以及鸦片 没有 所以我们的立场 不论你同意 或不同意 就根据这两个关键字眼去出发 就可以了 如果同意 很容易处理 即是围绕 没有鸦片 中西双方 都会因为国际关系和贸易观念不同而开战 所以大家留心 资料里面的关键字眼 是有一个作答方向给你的 而如果论点是怎样呢 大家会留意 红色字是一些重要字眼 大家都知道 没有鸦片 因为当时中国 中国采取闭关政策 和英国人在自由贸易的观念上不同 所以他们本身就有矛盾了 大家知道清朝 一直都是用天朝上角的态度 去看待任何国家 甚至大家知道 英国来华 即是显示来华 都是因为一些礼节性的问题 导致外交上的冲突 最重要的是 我们用这个证明 为什么没有鸦片 中英两国都会开战 就是因为 义律在就着贸易逆差的情况之下 曾经向英国 建议用武力迫使中国 去改善对于外交 和通商的态度 用这个证明 因为这件事 是早于鸦片 在虎门被烧毁的年份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论证 如果同意 按照以上的角度去出发就可以了 如果不同意 就要围绕 因为鸦片 所以中西双方才会开战 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 大家知道 他们虽然有国际关系 甚至到贸易观念的差距 但是英国商人来华贸易 一直以来都没有跟清朝开战 甚至到鸦片 我们从鸦片的祸害性去看 就打击中国经济 和败坏社会风气 所以蜻蜓为什么要这样去禁绝呢 就是因为这两个影响 所以这个禁绝鸦片的行为 就成为了英国人开战的借口 甚至到鸦片被禁止之后 英国先因为这件事 而决心出兵 所以如果不同意 就主要围绕着这三方面出发就可以了 好,接着我们去看看17年的第二题 这条就是资料1 是一个地图来的 秦代建设图 资料2 有四则的短据内容 主要围绕着秦始皇的施政内容 这条题目是25分 有人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施政 能够巩固其政权 你同不同意呢? 要用资料和史实去识论 大家留意了 关键字眼是什么呢? 是能巩固政权 还是不能巩固政权呢? 你的立场就是这样 其实这条是相对比较容易处理的 因为最重要是靠资料和史实 如果你同意它能够巩固政权 我们要逐个逐个看 对了 资料1是秦代建设图 那你就就着秦代多方面的建设 去说回 他做这么多建设 其实都是有他的利益 和好处所在 你会看到 方便推行政令 甚至可以确保物资上的运输 交流等等 资料2 我们在说资料2之前 都要做一个小总结 就是建设原来都能够巩固国防 帮助打通全国交通的脈絡 那就有利巩固政权 那就要回应提子 资料2 资料2因为刚才也说过 有四段文字 其实逐段逐段回应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 废风建行郡远 有助中央管治地方政权 甚至统一不同的项目 都能帮助全国经济发展 甚至通行政令在全国 所以奋书克瑜 有助建立君主的权威 甚至延命进化令人民不宜反抗 大家要明白 中史的题目 历史事件是有好的一面 亦都坏的一面 所以大家看下 大家能不能正反立论去处理 如果不同意 那就要重反论 朝一做这么多建设,原来是奴役过岑 甚至精用大量的南丁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 天下军府造成叛乱的伏线 朝二就针对刚才那四点 原来飞风建行军远会令秦皇室孤立无缓 甚至统一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六国遗文是归心未有 所以民变四起的时候就会成时而起 焚书坑原从另一个角度,破坏性是比较大的 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振折人民收到巩固政权的成效 但这也是妨碍了学术私隐自由 失去了世人对政府的支持,所以也是不利政权 最后,延命进发治国 大家知道,用重点去治国很容易导致民怨沸腾 甚至大家可以用一个史例去论静 就是陈胜吾广是因为天与失旗 按照秦律他们要被斩杀的 只能够揭江起义才能逃避罪责 所以秦政权因此而迅足瓦解 从这几个角度去说 原来这么多项的施政措施 都是不能够巩固政权的 所以同学在留意这个题目的时候 大家必须留心 我们下一章也会继续讲评论题 因为我们去到下一章 我们那条实体的实例 就是我认为是比较 评论题来说最难的一题 所以我们下一章继续讲评论题 以及集中讲一个实例 希望各位和我继续支持我们的应市徵律系列 多谢各位